哈喽各位观众 我们现在在米兰机场 今天是7月19号 就刚好是欧洲跟全世界 遇到微软系统 拔工 今天不是航空公司拔工 今天是机场拔工 然后呢我们原本我们的航空公司 我们的机场都不受影响 但可能就是因为大家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最后也是受到影响 我原本顶机票的时候 我没有买意大利 到波兰直飞的 因为比较贵我是买在德国转机 结果我们又遇到 跟上次一模一样的事情 又是买那个世界最厉害的航空公司 第一班 现在目前它起飞的时间 比我们第二班起飞的时间 还要久 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叫大家这么处理 首先我们去找一下 问下一班飞机 有没有可能会等我们 记得也要继续看下去 这个也很可爱 它到的时间比那个 比起飞还要 我们刚刚有问 information information说 i don't know no one know 我刚刚打电话给朋友的旅行社去询问了一下 现在这个状况是说 一般的SOP 是就是等着 等着航空公司 我跟航空公司买票 就是它的责任就是要从出发地 把我送到目的地 用什么方法就是不管我的事 它一定要把我送到目的地 所以目前有可能是 我的第一班飞机有雾点 那可能下一班飞机有雾点 可能还会等我 那如果没有等我 因为我们到慕尼黑已经是晚上 它会需要我们在慕尼黑住宿 那如果我们在目的地区住宿 如果有很多人的话 它不见得马上会安排住宿 也不见得会帮我们马上支付 所以航空公司说 如果有任何消费 在机场或是机场外面 或是在目的地区或是在哪里 所有的发票都要留存 幸好我们来到旅游平安保险 除了那个航空公司应该要处理的 它的责任之外 还有旅游平安保险 所以我们要双重保固 所以再怎么样我们会被送到Gdansk 但是是什么时候 在什么情况下 就我们再看看吧 那我们现在先登机第一班 然后再到慕尼黑再看看情况如何 各位观众我们还没有登机 结果原本已经上巴士的 忍下来了说飞机有问题 所以有可能我们根本不飞 哇好好 可是你们知道吗 我最晚我明天要到普洛 因为我表弟的女人要领席 然后一定要参加 我现在就都开始紧张了 各位观众 第一线报道 我们上个巴士 然后坐巴士 然后我们的飞机上 然后呢我要跟大家说 我非常开心也非常荣幸 终于有机会参聚到实际性的活动 全球性的活动 全球性的活动 就是飞机系统全部坏掉 全部把工的那一天 我觉得说 嗯非常开心有机会是 这个全球性的活动的一份子 那我还是很希望我在明天中午之前 可以到Gdansk 我的笑话很奇怪 谢谢 你知道为什么他现在要帮我们赶走吗 因为两个半小时 他就要那个 付食物费给我们 所以现在赶快在两个小时之前 先把大家赶走到飞机上 现在看到飞机的感觉 跟第一次 第一次坐飞机的感觉 一样兴奋 好开心终于看到了吹班飞机 耶 好各位观众 我们顺利抵达了慕尼黑机场 但是我们的飞机 我刚刚有截图 已经飞走了 对已经飞走了 已经要降落了 对 已经要降落了 所以呢我们得到了新的航班 是 呃我们现在要先去沃沙 就是我们要去滑沙 滑沙就再转机去Gdansk 对 所以我们从米兰到Gdansk 要转两次机 好像从台湾FGdansk一样 差不多 但运气好的话 我们是今天 半夜12点可以到家 等一下29个小时 欸所以不是今天 就这点正能行吗 日租洋 过去 但我们没有飞机 可是我们没有飞机 有的 Equip 我們來更新一下狀況 我們剛跑過去我們的Gate 但是我們沒有Bording Pass 反正我們就先過去Gate那邊 然後我們的Gate那邊沒有看到人 沒有看到飛機沒有看到螢幕 問人家我們的飛機在哪裡 沒有飛機 我們去看那個Board也沒有 沒有我們的飛機 沒有我們的飛機 我們跑去這麼遠的 然後那個Service Desk 查隊問一下我們的飛機在哪裡 他們說在我們降落之前就先飛走了 他早就是那個他是Delay的 他可能以為他會Delay更久 但是他先飛走了 對 然後他也沒有更新到 然後我們現在排隊 前面大概有三百個人 三百個就是到那個角落而已喔 所以應該有超過 然後目前他給我們兩種選擇 他說一個選擇是我們乖乖排隊 然後就有得好幫我們安排 今天晚上的主宿還有下一班飛機 那另外一種方案 就是我們自己網路上訂新的機票 然後訂新的飯店 因為我們今天大概再怎麼樣 都是沒有辦法離開這邊的 然後我是覺得說 在我們處理任何事情之前 反正我們就先排隊在這邊 然後就慢慢往前往前 然後就 我會變相於 這邊就花這個時間排隊 然後他們去處理 因為我們有一間行李 那如果我們直接離開這邊的話 也沒有任何那個 班機演誤證明嘛 那如果要拿到這個的話 可能要排一下 那再來我們的行李也要掛到其他飛機 不然我們的行李裡面就是有 我還滿在意的東西在裡面的 其中就是千千元元的禮物 我們在米蘭幫他們買的 我們慢慢思考一下 然後等一下再跟大家更新一下狀況 我們決定怎麼樣 然後怎麼處理 現在時間是一點半嘛 對 然後呢 我跟大家說 這段時間發生了好多事情 基本上布尼黑機場 他原本就說那個飛機要自己辦 後來他也放棄幫大家找飯店了 這基本上就是放棄大家 就那個快一公里 沒有啦 那個超級無敵多人的 他就已經放棄大家了 他說 我們不會幫你們改機票了 自己處理 自己處理 然後我們就可以reimbursed 對 然後在排的時候 他就在說 我們現在也不會幫大家 重新訂飯店了 對 所以我就只有拜託到 那邊的服務人員問 現在的SOP 我現在要怎麼做 才比較有機會得到那個錢 那基本上 他就說那個 不用什麼延誤證明 我們的這個 就是我們的延誤證明 我們原本的boarding pass 然後我們的心理 就是這根得要好好保管 不然我們的心理 就永遠會消失 那再來就是那個 新的機票改了之後 就是自己付錢 然後之後再跟他申請推款 那我們 因為我們是必須要趕上 那個表弟女兒的領袭 那目前狀況 基本上 除非我們做一個 非常大的犧牲的話 是來不及 因為唯一 趕得上的飛機 三千塊歐元 那基本上 這麼短的距離 開車其實很近 他不會付這筆錢的 所以他就建議我們 還是不要買那筆 所以我們就買了一個 基本上是趕不上的 晚上是2點到Gdansk 然後我們的行李很有可能 是不見的嘛 對 因為他我不相信 幾萬旅客的行李 沒有跟上 然後大家可以這麼快的找回來嘛 然後再回到家 然後隔天早上6點 去火車站 搭火車去 還要轉一次車 還是會吃到 但是還來得及 跟大家一起吃飯 而且隔天一大早 我們還要去划沙班事情 所以我是很努力跟我家人說 可不可以放過我們 因為我在那個時間 真的是划不來 然後買了那個新的機票 已經很不容易有長到位子的 我們花了一千塊歐元 一千一百三十三塊 非常可怕的一個數字 然後我們的計程車也八十幾歐 對然後飯店 飯店就是會退費到一百五十歐 所以我們飯店是安全的 其他東西 也不確定他什麼時候買得到錢 而且他會不會說 哦你們機票買的太貴了 就命名那個一個小時的肥城 怎麼買到這麼貴的 但沒有其他機票 我們可能就要買到那個下禮拜或什麼的 然後我們衣服就是有身上的這個 也沒有內褲 也沒有襪子 也沒有什麼的 我在米蘭機場買了一個這個東西 那是卸妝餅 我現在覺得說卸添卸添 因為我那個 有拍照啊 還有什麼的 當然有化妝 然後就買了一個這個 Kiko Milano的卸妝餅 然後這個牌子就是 W.W.W.華浪師之前就推薦我的 他說到意大利買他們牌子 有什麼就買什麼 那就莫名其妙 我就買了這個 待在身上 至少可以卸妝 不然這個時間賣卸妝油 也是買不到啊 飯店也不會提供卸妝油 然後還有一個故事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現在覺得 聽了今天那個 跟我一起排隊的人的故事 我覺得我真的是 德行的幸運草的相反 為什麼呢 我會這樣子說 因為人家說三年 每個禮拜費一次 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但是呢 我幾乎每次做德行都有事情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做德行 是我13歲的時候 我爸媽抽獎抽到一個去 Canary Islands 一個旅遊券這樣子 然後他出發的地點是從德國漢堡 那那個時候還沒有手機什麼的 所以我們需要前一天出發開車去 德國漢堡 這樣子才可以坐隔天的早上的飛機 去那個Canary Islands 但是呢他們那個時候最近得到通知 就機場遠空把工 但是呢我們已經先出發了 他們沒有辦法通知我們 我們是到德國漢堡 才發現 哦原來我們的飛機不飛了 那他們有幫我們安排 入住五星級飯店 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 然後我還記得那個時候 我第一次看到那種非常豐富的早餐 我第一次 人生中第一次看到演訓鮭魚 我就說哇這個東西是什麼 我就說是天堂 是不是每次坐飛機 都可以遇到這麼好的事情啦 然後現在我發現說 我好像跟德行真的是 我也不知道 但我覺得德行他也是 我覺得他們也是很經理啦 然後他們是一家算是 經營非常多航班的航空公司 所以不能怪他們 那現在呢我們下一班飛機 是明天下午五點 啊準備去洗澡 我們明天就去 在德國走走啦 你沒有頭 明天我們就去德國走走啦 嗯大概就這樣子吧 好大家晚安 大家早安 我們剛剛已經吃了早餐 心情有稍微好一點了 嗯看到我們衣服一樣 就知道我們 光線也不一樣 沒有換起的衣服 那只能穿著這樣 同樣的衣服 對然後就不要想太多 就這樣吧 昨天是有在考慮 是不是上帝在稱讚我們 沒有拍影片 那後來我想一想 應該危機就是轉機嘛 就剛好有機會拍一支 應該算是非常教育性的影片 讓大家以後 如果很不幸的 遇到類似的狀況 可以看我們的經驗 可能學到一些好處理方法 跟一些不好的處理方法 然後呢我覺得我們 卡在慕女黑這邊 也是非常有意義的 因為你知道慕女黑 我們非常喜歡的品牌的總部 你知道是什麼品牌嗎 對你們也猜對了 就是Emma充電 所以現在讓我們進行一段工商時間 炎熱的夏天 是最適合旅遊的季節 不過每趟旅程回到家 總會覺得自己家最甜蜜 自己的Emma床墊最好睡 德國Emma床墊 是歐洲銷售第一的床墊品牌 榮獲超過75個國際獎項 全球累積販售超過700萬張床墊 趕快來體會 曾為有過的 紫層透氣舒適的水眠喔 報告好消息 現在Emma床墊官網 進行附近節促銷活動 最低六折期 另外是用專屬折扣碼 官網活動可以額外再大九折喔 如果還在猶豫 別忘了Emma床墊提供100天免費試睡計劃 這麼難得的機會 要買要快喔 那其實原本有想過 要不要去市區 但我整個早上都在處理家裡的事情 因為我們接下來就是 原本明天早上要到布蘭中部 參加我表弟女兒領襲 我這邊心情是不確定 所以後來我們想一想 如果有這麼多鳥事 然後我們去的話 我覺得其實 我們親戚應該會非常的感動 所以我們後來還是決定買火車票去 所以我們有可能明天到家是凌晨兩點 然後早上七點坐火車去 中間還要洗澡 還要那個找衣服去參加那個 零洗 那個零洗就好像婚禮一樣 然後盛裝打扮 希望行李會跟著我們一起回到Kedan 我覺得機率非常得定 因為這麼多人幾萬人被影響 我覺得他不可能 我們不可能幸運到 他馬上可以把我們的行李照出來 跟我們跟著走上去 但就看看如果真的有的話 我們就應該買樂透 結果我們最後決定不要去市區走走 因為我可能真的有點過度緊張 我們在附近走一走 然後肚子就餓了 決定要吃麥當勞 因為其實現在我們吃飯 基本上也是航空公司應該有 客服的 對 但是我德國的料理 我不是這麼喜歡吃 所以我就跟您說 我們可不可以吃個麥當勞 那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我們點的東西都是台灣沒有的 首先就是Milkshake 台灣麥當勞 如果看到的話 然後真的拜託一下 現在沒有啦 但以前有Milkshake 然後我非常喜歡香港以前的Milkshake 但沒了 但台灣麥當勞 我拜託一下 任何一個Milkshake 拜託拜託 然後再來領川點的是 豬肋排和 豬肋排的一個Burger 那個薑非常的香 味道不錯 香味不錯 而且像那個以前的 香港的薑具飯堡那個薑 然後我點的是 未來肉的Mango Chili Burger 你太喜歡Mango了 對我喜歡Mango 所以我可以犧牲吃Chili Mango Chili 然後呢 這邊的薯條有很多的醬可以選擇 超多的 那我自己選的就是Sour Cream 還有沙拉 對 台灣也有沙拉 但這邊沙拉好像 這個沙拉好像漂亮一點喔 豐富很豐富 對然後沒有玉米 沒有玉米加分 有玉米很好吃耶 沒有玉米扣分 玉米只有玉米湯啦 我告訴你們大家 那個香港吃玉米會加什麼 你們會加什麼嗎 玉米 我不吃玉米 好 香港的玉米會加那個Butter 喔 很好吃很香 嗯 要分享一個 剛剛我們遇到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我們坐下來之後呢 就是有一個小朋友 就是大概目測大概 可能十二十三歲 蠻小的一個 然後用德文過來跟我們講話 那我說德文應該有十五點以上 我完全沒有講過 然後就跟她說不好意思 我說德文不太會講啦 然後她就馬上很努力用英文 開始跟我們講事情 然後她就拿著一個貼紙 就是一個貼紙 然後就說 大概就猜到她說 跟我們想要那個貼紙 然後我們說不知道在哪裡 然後她就在那個包裝這邊 那個東西撕開來 然後我們就問她 這個貼紙是用來幹嘛的 然後她就很努力的英文講說 然後這個貼紙收集以後 拿到一些免費的漢堡 或者是免費的薯條 如果你運氣好的話 還可以有車子 什麼之類的 對 或是現金 對 然後我們就說 好 盡量拿 盡量拿 然後就祝她好運 對 然後就很有趣的事情 她們她超級勇敢的 對 就是看到外國人 就是像我用亞洲臉的 很勇敢就過來 跟我們想要拿她的想要東西 對 然後也非常非常有禮貌 對 非常有禮貌的 我覺得是鼓勵小朋友 很勇敢去得到 想要自己想要的事情 我覺得是很重要 然後自己想辦法 對對對 我們回到慕尼黑機場了 然後我現在已經有點累了 然後我覺得我們剛剛可能有一件事情 做得沒有到很好 嗯 因為我們那個 坐計程車費用太貴了 嗯 然後我想說我們就坐Uber 回來機場 比較便宜一點點 因為那些錢 我們要先自己點出來嗎 嗯 那已經這樣子我們走到今天 最近好幾萬台幣 我先說那個費用大概多少 昨天從機場叫計程車是87.5歐元 今天是62歐 嗯 那我們想說那就Uber應該會比較便宜 在這邊Uber拿不到那個 receipt 就是拿不到那收據 對 沒有紙本的 沒有紙本的 只有在線上的收據 所以不確定它會不會 算不算 對 那現在我們就回機場看看 能不能順利的讓我們登機 回到葛丹西 對 我們剛剛問到在排到最前面的人說 還不是最前面的啦 還有一段距離 還有一段距離 他們說排了三個小時才到剛剛那邊 嗯 所以剛剛後面這麼遠可能 如果我們現在要排的話應該不止了 對 然後我們的飛機好像一個小時不到 對一個小時內就要登機了 對一個小時內就要登機了 所以就 嗯 嗯 對 看得半吧 OK最新的消息是我們的航班要delay了 對我們先來吃東西 I'm sorry it's not our type of working nevertheless nevertheless due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unfortunately we are just able to give you a hotel like a message and rebook yourself while you love tons at chatbots love terms are happy 和我生意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